一生七粒惨叫后 一具浑水软弱五骨的尸体 从黑风中一炮而出 往伤谷外坠落而去 从其穿着依稀辨认出 正是方才的灰炮人 而黑风一脸后再次露出了 摩玄宗丑陋弟子的身形 只是其手中 多了一块金灿灿的传承碎片 同时一卷灰色雾气 最快钻入其手腕上的 气韵之锁当中 现在我有资格进入里面了吧 丑陋青年将手中碎片 一手托起 冲众人阴森的说道 在场之人见着摩玄宗弟子 举手投足间 便将一名化精后期的修士 击杀当场 也神色搁异起来 紫发男子则眼中一丝寒芒闪过 就下一刻的恢复如常 并淡淡的说道 阁下既然拿到了传承碎片 自然没有什么问题了 好了 时间已经浪费不少了 诸位还磨蹭什么 快些动手吧 听闻即便进入传承之地 也要经过层层考验 才能够得到里面的好处 欧阳倩在其他人都沉默不语的时候 木然说道 揭着一台手 一块金灿灿的碎片 从长袖之中飞射而出 彭月等人见词 也陆续地将传承碎片抛出 准确无误地嵌入了法阵内的凹槽中 当那名丑陋青年若无其事地 将最后一块传承碎片 抛到石台上后 整座法阵骤然光芒一盛 中心处闪现一个巨大的五色符纹 剪接着表面一层金色光幕 寸寸碎裂而开 整座山谷都微微颤动起来 在一阵震耳欲聋的忽鸣声中 巨大石台缓缓往地下沉去 等彻底没入地下之后 巨大符纹骤然化作一团金光 射向了石台后方的一片石壁上 此石壁表面当即一阵轻光泛起 忽鸣忽暗起来 如此情况 足足持续了大约半斩茶的功夫后 清光终于散开 整座山谷也停止了摇晃 此拉一声 山壁上 木然出现了一道三四丈长 丈许高的口子 仿佛一个通往屋底深渊的大门 里面漆黑一片 神石根本无法贪辱分毫的样子 好了 纯程秘境的入口已经打开了 我们走吧 此发男子哈哈一笑后 首当其冲的纵身一跃 化作一道紫影 率先一闪而入 罗天长哼了一声 不甘示弱的荧光一卷 紧随其后的同样积舍而入 众人见状也纷纷化作各色动光 冲入裂口之中 柳明见此悲然一笑后 也足踩一朵黑云直接飞入其中 当彭月最后一个进入洞口之后 山谷突然再次震颤起来 裂口之处也缓缓地合上 轻刻间一切都恢复如初了 与此同时 柳明等人已经身处在一处长长的轻舍通道中 虽觉察到背后的入口关闭 但全都视若无睹 指而各自拉开距离地一边向下飞去 一边打亮着四周的环境 说起来这条通道仅有丈许之宽 仅能并排站列着两人共同前行 且通道之中黑漆漆的一片 神识似乎也仅能离体竖杖而已 不过能进入此地的都是心智坚定之人 故而也没有人开口说话 只是各自小心地前行着 在此种狭窄的通道当中 若是有人出乎意料地动手偷袭 却是防不胜防 故而一行人两两之间 都保持着起码数丈的距离 均都警惕地看着前后之人 大约向山谷下方 前行了大约有百余站的距离后 一个散发着灰光的石门 出现在了众人的眼前 众人当即在石门前纷纷落下 上下打亮不停起来 这石门左右七八丈之高 间禁闭合 表面隐隐地 有十几个灰色符文流转不定 并隐约地散发着一股阴冷气息 柳明双眼一眯 经法力灌住眼中 却发现根本无法穿透石门分好 再放出神石一扫 同样没有多大效用 显然门上被种下了某种特殊的禁止 对此 柳明倒并不觉得太奇怪 要是眼前石门真的没有附加禁止 反而有些异常了 紫发男子看完石门后 嘴角微微一翘下 似乎露出了一丝冷笑 接着袖子一抖 登记一股无形距离 一涌而出 轰的一声 看似沉重无比的石门 竟被轻易地一推而开 后面竟然朦胧的白光一片 根本看不清任何的东西 果然是传颂之门 紫发男子却露出了满意之色 喃喃一声 一闪的掀悦入其中 石门的灰色符纹 齐齐的一闪下 此人的身形便消失在了白光中 罗天成剑词双尾一挑 周身银色霞光一卷而起 化作一道银红的灌门而入 紧接着摩轩宗丑陋弟子 英灭男子 薛盘 银车青年 浩然疏远的绿鱼少妇 欧阳世家姐妹 也并没有过多停留 纷纷闪身而入 柳明将厚土盾 按扣入手中后 也随即双足一踏地地 盾入了石门 他方一踏入石门 只觉得眼前已黑 四周气流一阵翻滚后 便眼前已亮下 出现在了一片灰蒙蒙的空间中 四周雾气翻滚的 根本看不出太远 紫发男子 摩轩宗丑陋青年 英灭男子等人 都站在附近不远处 同样在打量着四周不停 柳明身形方一站定没多久 其身侧两三丈处 一团灰色光团 凭空浮现而出 一脸后露出了彭月的身形 随着他的出现 周身的灰色雾气 剧烈地翻滚起来 接着飞快的溃散而开 柳明抬眼望去 只见灰色雾气消散之后 周围的景色顿时一览无遗 竟是一片广袤无银的黑色平地 处理就是传承之地 似乎什么都没有啊 正当众人都面露疑惑之色时 不知是谁 喃喃地说了一句 结果话音刚弱 只听一阵咔咔的声响 从前方地面传来 下一刻 在众人惊诧的目光中 一块足有百鱼杖之高 通体光洁迎白的无暇玉壁 从地下冉染地升起 无暇玉壁一出地面 不停地提升而起 一直到离地面数十丈处 才方然戛然而止 一阵轻颤后 玉壁的中央白光一闪下 竟缓缓地出现了三个 白光蒙蒙的圆形通道 每一个都足有两三丈大小 似乎可以同时 进入三四个人的样子 众人见此行刑 脸色都一阵阴晴不定起来 六名名神望去 但见第一个通道的正上方 铭刻着一颗褐色的太阳标志 通道里面则是一阵 炙热的红光闪烁不停 视尔还会从通道边缘 喷溅出几股炙热的岩浆 一看便知凶险异常 第二道通道的上方 刻画着则是一轮皎洁的明月 通道入口布满了清冷的月光 乳白色的银灰随意慢散 虽然略显清寒冷忧 但从中透露的气息却十分的祥和 至少要比第一个红日通道 喷溅的赤炎流火要温和许多 至于第三个通道的上方 则点缀着点点璀璨的繁星 通道里面也是星耀灰灰 乳白色的荧光明灭不定 显得异常的神秘 远远望去 三条通道都是蜿蜒着通向了不知何处 也不知深浅 出现了三个入口 意思是让我们做出选择吗 紫发男子目中金光一闪 黑黑一声的说道 其他人的脸上也都露出了若有所思的神色 一时间竟没有人接话 紫发男子见词也不奇怪 自顾自的在三条通道上来回的扫视不停 柳明也目光谨慎的 在无瑕玉壁上的三个诡异通道上来回的扫视着 似乎想要从中看出一些端倪 刚才他已经放出神石往第一条通道之中扫去 结果刚刚进入帐序 一股强烈的排斥之力猛然的涌了出来 一下子就将神石弹出 其他两个通道也是同样如此 三条都无法用神石探知 不知里面到底有什么东西 彭月朝柳明走进了几步 轻声的说道 他的声音虽然很轻 但没有使出传音 在场之人自然都听到了 紫发男子文言突然傲然一笑 身形一个闪动 便直接的来到了无暇玉壁之前 看到紫发男子的举动 其他人不明其意都看了过去 但见男子脸色一凝 沉生一鹤 右掌之上浮现出了一道道黑绿色的诡异灵纹 突然他右臂一抬 手掌冲前方虚空一拍而下 三道黑绿色香杂的雾气滚滚而出 在一凝聚后 竟幻化出三个布满黑色灵纹的小人虚影 三个小人竟有拳头大脚 身躯看起来模糊异常 发力波动异常微弱 似乎随时都有可能被风一吹而散 去 紫发男子倾吐一字 三个小人立刻在攻身夜里 在身形一闪的 向三条圆形通道飞渗而去 转眼间便消失在了其中 如此诡异的一幕 让其他人全都凝神秉息 仅仅两三个呼吸后 第一个通道之中 传出了一阵微弱的哗哗声响 里面一阵耀眼的赤光流动 片刻之后才恢复了瓶颈 另外两个通道 却是丝毫变化声响也没有 柳明心中一动 朝紫发男子脸上一扫而去 结果男子却大笑一声 手中法掘一收后 飞渗而起 只见其周身的黑绿灵纹 不停的闪烁 静直的飞到了第一条通道之中 转眼间便消失了踪影 众人大感意外 不禁互相对望了一眼 看来紫发男子已经查探到了三个通道的一些鬼秘 才敢这么快地做出了选择 这通道在紫发男子进入之后 入口顿时如同水面一般 泛起了一阵波动 缩小了一圈有余 就在这时 罗天城身形一动 一个飘忽后 也一闪地没入到了第一条通道中 等他进入之后 通道入口随即又缩小了一圈 只有原先的近半大小了 看来每一个通道能够进入的人数是有限制的 那太阳通道最多还能进去两个人了 彭月悄然地传音和柳明交流着 柳明默然点头 这种显而易见的变化 相信在场之人自然也都看出来了 不知柳兄想要选择哪个通道呢 彭月继续传音地问道 既然每个通道进入的人数有限制 自然是早做决断的好 在下目前也是一头雾水 不过这里既然是传承之地 这三条通道应该都是有各自的机缘 柳明面露沉隐之色 缓缓地传言回道 正在此时 浩然书院的绿鱼少傅身形飘然而起 落在了三个通道之前 目光微微一扫下 却没有直接前行 反而轻笑一声 牛手朝着离得最近的丑陋青年问道 这位道友 你想要走哪个通道 丑陋青年听到绿鱼少傅这没来由的问话 有些意外 但马上怪眼一番地冷笑几声 显然不愿理睬此女 绿鱼少傅见此并没有动怒 反而奄然一笑后 朝着明月图案下的入口 一闪而入 丑陋青年深深看了绿鱼少傅的背影一眼 周身黑漆一卷 飞升而起 飞入了第一条通道当中 另一边 英明男子和薛盘 传言交谈了几句后 袖袍一扬 一道白色霞光 升涛而起 一卷之下 就将两人的身形包裹而起 冲明月图案通道 一闪而入 在绿鱼少傅 英明男子 薛盘 进入月亮通道之后 此通道入口 当即收缩到 仅能容纳一个人进入的大小 彭月天子 深吸了一口气 急步走到 银车青年身旁 无声地交叉了一番 银车青年 似下飞笑地点点头 在哈哈一笑后 一闪的 也进入到了 月亮通道中 此通道 在青年进入的刹那间 洞口顿时 仿若水面一般的 激荡起伏而起 并迅速缩小 眨眼间 彻底消失在了 无暇玉壁之上 如此一来 只有彭月 柳明 和欧阳姐妹 还留在现场 玉壁上 月亮通道 已经完全关闭了 而太阳通道 也几能 容纳一个人进入了 而那条 刻满了繁密星纹 充满了神秘色彩的通道 至今 没有人选择 柳明 见此 生目微眯地 沉沿了片刻后 大步走出 朝那星纹的通道 入口而去 凑巧的是 彭月身行一晃 也落在了 此通道的入口前 柳道友也选择此道 那太巧了 小妹就直接 跟着柳兄好了 这是小妹的族妹 欧阳琴 进入通道后 我们姐妹 可要劳烦柳道友照顾了 欧阳倩见此 娇笑一声 竟和那个 绿衣少女 一同走了过来 绿衣少女 看了柳明和彭月两眼 便垂下眼帘 一副冷淡如霜的样子 以两位仙子的实力 哪里还需要 在下照顾啊 柳明目光 从绿衣少女的身上 一扫而过 淡淡地说道 欧阳倩文言 奄然一笑 这时 彭月周身 黄光一卷 已朝着前面的通道飞去 并在一阵 星光晃动中 骤然地消失不见了 柳明周身 黑气滚滚而出 身形一个模糊后 紧随着彭月 进入到了星光之中 在欧阳倩和绿衣少女 也进入了星光通道之后 轰的一声就响 百丈高的无暇玉壁 竟溃散崩塌 直接化成了白雾的 消散在了虚空当中 看起来这里 仿佛一切 从没有发生过一样 四人在进入星光通道后 周围顿时 只剩下一片夺目的星光 上下左右都是 几个人仿佛 站在了星空之中一样 柳明在进入的瞬间 便感觉到体内的 圆灵飞剑 蠢蠢欲动 心中为之一安 他之所以选择这个通道 正是因为虚空剑炼之时 用的正是星光磁炼之法 对星辰之力 有一定的操控能力 船程之地 为何设下这三条通道 他不得而知 不过比起另外两条通道 选择走这一条 也算是没有选择之中 最好的选择了 几个人烧在原地停留了一会儿后 便继续的往前行去 此处通道较之前的一样 神石仅可离体 数丈距离 几人自然不敢走得过快 大概一顿饭的功夫后 四个人只觉眼前一亮 一个二十余丈的方形大厅 出现在了他们的面前 感谢收听 摩天计